大家好 又是向左看的節目時間 節目未開始之前 或是先多謝幫我們做首語的朋友Bonnie 好了 這一集節目因為長毛型 而我又剛回到香港 說不及回來 所以我想今集都有一個安排 就是有特別嘉賓來跟我們 就住一些熱門的時事話題 去分享一些看法 又或者希望透過向左網角度 給大家一個不一樣 或是一個頗另類的觀點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的嘉賓 就是崔偉恆先生 是時事評論員 其實我認識Danny已經很多年了 或者我將時間交給Danny 簡單自我介紹吧 大家好 我是崔偉恆 是時事評論員 Benson以前是舊同事 以前是一個在學術界很新的人 現在半個鞏車邊的知識分子 或是假的知識分子 不要這樣說 如果你說假知識分子 我都不會爭得去哪 剛才說到以前舊同事 就是因為其實在若干年前 其實我都有幫這個節目 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曾經在香港教育學院工作過 當然其實中間一些恩怨情愁 融後將來有機會再說 但是其實在另一個範疇 在學術界牽著裡面 其實大家在一些不同的場合 可能在一些學術會議 甚至在一些工作裡面 大家都有一些合作的關係 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 就是其實學術界 又或者其實最近大家會留意到 一個東西就是 就是8月18號 中國人最喜歡的日子 8月18日 但是對於香港 甚至對於香港大學的朋友來說 其實是一個 我想都不能夠將它亡滅 甚至可能記載於香港大學歷史裡面 一個挺不開心的日子 就是當日李克強 不是李克勤 我經常讀李克勤 李克勤訪港那幾天 就是貴仁儀的副總理 去到香港大學 中間整個過程裡面 無論是警方 或者一些疑似 非本土警察對示威者的態度 或者甚至整個香港大學校方 上游除立資 然後又到整個訪問 過程裡面的特區政府官員 香港大學這個相關部門 各樣的安排 就是基本上被人救病的部分 我想不同的場合都已經講過 反而我想今天講一講 從整個事件裡面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文化 政治 或者一些中港關係的反思 反而想成為今天我們聊天的時候 大家當是聊天的時候 大家留意的地方 可以這樣說 我和你都是舊身 崔慧行特別是 在香港大學 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本科畢業 我自己在那邊也讀這個博士 有甚麼課程 其實你第一個感覺 當你那天其實是否經常看電視 知道整件事 還是之後看新聞 知道搞了這麼大的事件 第一 我就不是在路由堂 我一些不會是受醫的嘉賓名單之列 當然對於這間學校 是另外一種的感情更加多 因為我都在那裏六年 從96年到02年 然後我去了教語院教書 去英國之後再回來 然後我現在還在讀另一個課程 所以對於這間學校 可以說是有愛有幸 今次這一個就是愛之心痛之詞 見到8月18日 在電視或之後媒體報導 事件的起因 或是接著 不要說起因 起因我暫時還未知 當中的過程 由學生 學生會的幹事 到老師當日的一些遭遇 都被人感覺到 似乎跟理想中一間大學 是有很大一段距離 之前在不同的媒體 都講過一些意見 那些我不講 反而想今天 現在多點時間 在你們這個節目 可以再講一講 整個人民傳統 不單止是港大人民傳統 是香港的人民傳統 已經是慢慢走向衰莫 這個我想作為我們 你是讀社會科學的 我亦叫做鑽研社會科學 大家會比較關心這方面 究竟人民傳統的承傳 是否已經完全沒有了呢 你以前說有一些活躍的學運 的分子 在港大或中大也好 搞國怕 搞中文運動 或是更早少少 保釣也好 或是反殖 這些其實當時的學生會 或是一家學運的人 都相當積極 領風氣之先 我不能夠說全部的學生 你說當年的天子門生 或是中大的同學 都是這些人 可能都是個別的所謂積極分子 但這種傳統是要有些人去傳承之餘 亦都需要當權者適當的尊重和保護 但是似乎今天就見不到 當然我們看8月18日 可以說是整個人民 即是關懷精神 即是撕裂的一個 挺象徵的日子 但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看整件事 反而不是由8月18日開始 其實反而是由整間大學 我放回整個 例如可能是二十世紀末 開始教學改革 然後慢慢我們會覺得 一間大學已經開始 不是變成一間大學 一間大學好像變成一間 我叫做學店 即是很明顯 如果你說作為一個教職員 即是教學員才算 最明顯的東西就是 覺得現在學生 或者現在讀書沒有做過一種 對學問的要求 以及關懷社會 關懷若細那種 那種情懷 基本上已經不復存在 或者其實不是見到 很多學生有這種感覺 應該說 我自己覺得一向都是小數 因為以前都是天子門身 或者社會上的精英 才我入了大學 亦都會 亦都很簡單 大家都是會著述物質 尤其是香港現在的 高度雙元發動 市場和社會 但是那些時候 就是去到關鍵時刻 有些同學走出來 其實搞學生會 也知道 即使學生會裏面 是比較積極的人 有些可能只會搞校內的社會活動 或者一些文娛 勳體活動 一屆入學生會裏面的國裏面 可能只有三個是搞外務 可能最多四個 會長 外務副會長 時事秘書 加上國外務秘書 就是支撐起整個大學 出去搞社會行動 所以你見到其實這個建制裏面 近年隨著社交媒體 或網絡的崛起之後 學生會這個建制 其實亦都比一些 很想搞活動 社會運動的人 離棄了退棄了 你見到近年冒起的 譬如陳考文 或者周晴 他們都不是學生會裏面 有職位的人 剛才你提到的一件事 因為我知道你之前都是 九八年的會長 副會長 副會長 甚至其實也有經歷到 Gloria 就是張雲琦 2000年的正義中事件 你都會看到 當年的港大的學生 竟然能夠把一個校長 最終令到他下台 直到今成今日 好像將整個畫面 反過來就是 反而譬如有幾個學生會會長 甚至你會見到其實 狠站出來 又給不同意見 或者講不同意見的學生 少至有少 你只會見到一個學生 被警察或疑似公安物體 推到樓梯門口 然後被人 困住了整個小時 然後出來 然後才會覺得 這件事是這麼嚴重 當然其實如果剛才你剛才說 說回網絡或是社交媒體出現 其實造就了一個好的現象 就是說其實更加多 無論是學生 甚至家外人關心政治 甚至這件事件可以搞到這麼大 當然你會見到 其實當日的報導 主流媒體基本上很正常 或者其實是挺學習的 但反而之後 因為保安安排 在大學裏面的一連串事件 警察的行動 或者甚至副總理坐的位置 或者甚至 後來 譬如華宗輝都說到 其實同場有個嘉賓 慧信 你當人是死的 大家都是嘉賓 如何當他放在一邊算 我跟朋友或一些校友說我的笑話 就是 校務委員會 其中有一位成員就是David Lee 另外一位重要那天就是David Wilson 另外一個李就是李克強 那你會見到 當然我不知道是主流媒體覺得 未來的領導人來了 或者我會說 我會說影帝下台 然後來到影霸 因為霸佔坐在中間 我覺得又不可以入副總理數 可能是勝意權權 有人給他一個位置坐 可能他覺得亦都是一個 尊重所謂的客隨主別 有些人說 今天另一位校友 黃永平就是這樣說 我想事實上 我自己起有一篇報紙的文章也提到 究竟你如何處理殖民地大學的歷史 因為其實 由1911年 你說香港大學為何成立 就是為中國而立 但所謂為中國而立 就是培養 港英在遠東地區 服務於大英大國的一些人才 2000年的時候 剛好 其實我不是學生會 已經下了莊 剛好我是做記者 我在門口見到謝雄宗校長 謝雄宗校長以為我是會長 然後問我拿封信 然後我指著有哥尼說 那邊 即是我跟謝雄宗說 他那個公關手段 公關技巧是差劣的 我記得 因為我後來跟一些大學的管理層 即閒聊的時候 在角落閒聊的時候 就說為何校長起 他剛好在英國回來 謝雄宗 在貴賓室後機室門口等很久 我當時 原來他走到另一條通道 轉動 當時給大家的感覺 就說一個校長 遇見這些問題 是否要直接見學生會會長呢 很多時候這些位置 大家會想到一個例子或兩個例子 就是民國初期的蔡元培 分泰校長 甚至用外國的例子 就是應該是七十年代 尼克遜是拒絕見一班學生 就是因為越戰的時候 當時大風大雨 沒有東西吃 在白宮外面 有一班學生坐在那裏 他又拒絕召見 亦是很差的公關形象 去到那裏 2000年其實亦是 他們怎樣處理殖民地大學 因為換了王力 即是轉了之旗 他們比較急於想去跟中國大陸 重新聯繫關係 尤其是跟政府方面 或是教委方面 或是其他重點大學 去重新建立一個教密詞的關係 因為傳統以來港大不同中大 就說不處於一個被抗爭 或是不屬於一個下把位 一直都是跟政權 跟官方 一些最高級的商業機構 去到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不斷培養人才輸血的一個角色 所以2000年的時候 可能因為鄭陽中校長 想跟第一任特首的董珊 那關係比較好 所以就搞到這樣 國子監製酒要疾走 到今天差不多的情況 也同一時間出現 是相當之悲哀的一件事 剛剛你剛才說過 其實一間大學的校長 本身的一些處置風格 甚至他的理念 都能夠吸引到一間大學 即是發展的路向 甚至那個我叫Vision 即是那個圓境 剛剛你剛才提及過鄭耀宗 當然 很可能第一件事 就是他作為一個回歸之後的校長 很大程度上就是說 第一他有沒有說那種智慧去梳理 在殖民地時代 港大跟整個香港 無論是政府或各方面的關係 第二件事就是說 回歸之後 究竟這間大學 怎樣重新定位自己 在香港 在國家 甚至在全球那位置 可能其實是完全沒有做到 但是因為他要回歸之後 他要折 譬如可能是整個 教育改革大出生之下 這些大學要競爭 甚至後來我們都知道 其實很多大學 因為政府改了那部分制度 要生存 於是就要搶錢 好了 你會另一件事 都會見到就是說 其實校長都是一個學者 我們都會覺得 其實學者本身 我們會說有些學者又是學者癖氣 或是一些學者半身 我們又是頭巾氣 甚至我們會說 我這裡想插開一句 其實可能會得罪人的 學者是不代表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未必代表是一個學者 我同意 因為我們說知識分子背後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道德 甚至一個勇氣或承擔 但是你說學者尋現 我也知道學者有很多種 有些是他希望得到政府 或者統治者的一個關愛 甚至希望能夠步步高升 當然有些學者也可能是一個 沉追於知識 賣手於寫作出文 一連十篇那一類 所以我們會說 知識分子跟學者 是不能說想等候 這個大家要留意 當然另一件事其實也看到就是說 當一個大學的校長角色 究竟我們說到剛才說的蔡延培 就是我們很懷念蔡延培本身的一種 道德能力承擔 甚至其實雖然他是校長 其實但是他對一些低下層員工 其實都是一個很尊重的 但是相對現在在整個大學 一個大觀念教育之下 即是校長見到一個掃地 可能都當見不到隱形 或者甚至之前某些院校 因為這個勞資糾紛 即某間酒樓建業 即是說某一間 我不要說哪間 有利益衝突 某間酒樓 你沒有利益衝突 我明白就是說 第一 一間酒樓做了那麼久 其實員工因為僱主 某些安排失當令到他們失業 其實為何大學沒有一個責任 去幫他們呢 還有你說花了少許錢 其實令到人會覺得大學 其實是關懷低下層員工 你說很實際很試鬼 從一個政治形象 哇大佬這樣做 大學立刻好 現在你反而誣蔑我們 說那幫傢伙被無量僱主 放到飛機走數 員工不可以捐錢幫他們 我會不會捐錢 當然不會 因為問題就是說 你大學不是看著 奸酒樓盤數嗎 你為何可以給奸酒樓可以走數 所以其實你會見到 整個大學 從回歸到現在這麼多年 基本上你很少會聽到說 大學的管理層 我不要說一定是校長 或者我現在趕上這麼說 現在還未做節目之前 你現在有很多大學 除了特校長之外 其實有很多副校長 差不多有學術副校 有研究副校 我覺得就來做了這個政治局 有11個 是你這樣分工法 行政、資源分配、研究、公關 有一個專門是行政 有些可能是專門去搞籌款 可能專門是跟各大大型企業搞關係 我覺得又不可以完全把這個工作 或這個任務是降格 因為私立大學都有它在社會上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譬如在美國的例子 最好的大學 或是最固守到學術成就 不要說是學術自由 也是固守學術自由 以至是最高的學術成就 都是由私立大學所搞的 譬如哈佛、野勞那類 比美國立國最早 當然有一些左翼分子可能說 法國、德國更加好 但這個是理想之餘 亦都有一個很不現實的考慮 法國和德國他們全部都用公帑 但他亦都是理想到 甚麼人進來都可以去大學讀書 可以試堂 可以考一個資格回來 但人類歷史上 或人類社會上很多時候 當你一些公共資源 給任何人都去用的時候 就變成個個都不可以用 因為個個都濫用了 而法國和德國最後的學術成就 以至他能夠畢業的人 其實是直視限光 質素亦都愈來愈差 去過法國、德國 見識過的人都會知道 所以你某個程度的商業法 是有必然性的 所以今天說 我要討好權貴 是一個高度商業法的行為 很美俗的行為 很美俗的行為 都不能夠 不可以否定他們有這樣的需要 尤其當香港仍然是一個公立大學 而他們需要向政府方面 透過一些行政措施和官僚手段 通過一些行政措施和官僚手段 通過一些行政手段和官僚措施 就是無欲則干 我不用求政府 我只有自己的裁員 效應可以捐錢 我們自己的財政自由 是可行的 香港大學 接著便是自己搞自己的事 我不需要受到官僚的干擾 當然這個做到政治環境 中國一度微民主化時 都會受到這些官僚 而有自己本身很足夠的裁政來源 可以自給自足 甚至可以說是因為這種自給自足 其實形成了一個很獨特 或者叫很超然的地位 就是我可以維持我自己的研究自由 但是 當然實際上 最理想是這樣 但是我都會明白到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撥款 或者有一些錢 來到 其實它是有一些目的 或者甚至是一些 尤其是相互 譬如說 我捐了錢給你 但是麻煩請你同事不要做一些研究 是弄衰我 或者你不要做一些研究 是揭碼一些私隱的 那會不會反而是龍下反轉呢 是 這個一定會有 譬如你說一些大藥廠在美國 或者一些商業機構委託商學系 或者其他涉及公共政策 那些可能做一些勞批者的事 我給80萬元 100萬元給你做一個項目 可能其實學者所需要賣的東西 不是研究 而是他的名字 和他的名字 令到商業機構的研究 可以明正言順 放在台上給公眾參考 這個一定會有 這個一定會有 所以我剛才提到的前設 是否有一個民主公開的環境 讓公眾可以去監察大學的運作 或者甚至校友 譬如你看 我又說回美國的例子 我也不是很想用美國的例子 就是哈佛耶諾或其他陳晨騰的大學 他條數是公開的 校友看看我捐了多少錢 究竟有甚麼厲害的關係等等 大家透過每年的審計報告去看 我想這個 是有 可能是必要之惡 可能如果你真的二選除一 你究竟要官僚干預 第一要商界魔爪 我想兩樣的東西 你要取其輕的話 你都必須有另一個變數 就是一個公開 有言論自由 有新聞自由 民主環境之下 令公眾或持份者 可以去看著這盤數 這是最理想的 甚至你剛才提過一件事 其實透過資訊的公開 譬如我知道 現在院校今年 有賣一些人捐款 而 令到捐款人本身 都知道 我的新聞被公開 我不能夠再像以往 或者可能某些情況 就是 我懶得捐一筆錢給你 但你要做一些事 是有利於我的自己利益 當然其實 剛才我們一開始提到 就是人民精神 其實會不會因為 現在大學 去到二十世紀末位 二十世紀初 已經慢慢官僚化 商業化 其實已經再不能夠 容納於那種 人民精神的存在 我想 尤其戴翠爾和 列根的新管理主義 開始之後 引入了很多 概念工業家構 當中 不單止只是大學 大學裏面引入 顧客圍本 讓學生可以考慮我和你 做低 或是搞RAE 所謂 表現指示 指示 這是很大的影響 最大的影響 而跟著連鎖反應 影響到學術自由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措施 就是把中心制打破 國下金飯碗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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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鐵飯碗 沒有沒有沒有 隨時可以被人拿走 這個中心併任制 其實以前 為何有中心併任制 就是用這件事去保障到 學者懶 之餘 可以寫一些東西 不怕政府 不怕商業機構 或者捐款者 這個最能夠保障 或者以前公務員 韋伯式的概念 都是由中心制 令他們安心 然後不會貪污 同樣道理 都是在大學裏面的拼音制 而這個拼音制 其實是更早年 中世紀大學的古老傳統 但我們依然沒有了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是令到學術自由大打折扣 我們講到 由港達巴伯事件 都會講到學術自由 或者甚至一會回來的時候 可能都會就著 整件事件 當然其實我們講了很多 是大學行政 研究各方面的層面 但是其實 就是 有沒有其他的一些 有菜 或者值得注意的話題 可以做著這件事件 進一步討論 我們一會可以繼續下去 或者我們一會見 去到第二折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剛才我們講了很多 就是由八一八事件 去看到學術自由 又或者我們都探討 就是其實近這10、20年期間 大學本身 由於這個官僚化 甚至是這個商業化的影響 其實究竟到傳統大學的 人民精神 究竟能否繼續維持呢 還是用另一個形式出現呢 還是其實已經慢慢消亡了 我們都講了一些相關的部分 當然其實看回整件事件 現在大家針對的兩個關鍵人物 第一就是徐合志 第二就是曾偉雄這兩個 你個人會覺得就是 其實除了是這兩個關鍵人物之外 其實你作為一個 就是我和你作為一個救生 你覺得我們在這件事上 究竟是 我們都不關我的事 總理來 是他們搞的那件事 關我們救生甚麼事 還是其實我們作為一個救生 我們在這件事上 其實都是好像有一個角色 或者有一個責任在那裡呢 我想 救生或者不救生 都可以關心這件事 因為 今次的事件反映了 就是說 人民傳統慢慢消滅 剛才說過 另外就會有很多的擔心 譬如人權方面的問題 譬如戴耀廷教授 陳文敏教授都出來說過 當日的保安措施 是否完全不合乎比例 而壓倒性地把香港人 在《基本法》 或《聯合國人權公約》所賦予的 集會 和表達自由 都已經剝削了呢 我想 不合乎比例 是一個好的論點 不論法律上 或是在政治道德層面上 亦是可以操作的 譬如說 究竟是否真的封鎖線 要去到《聯合國人權公約》 和《太古堂》呢 而令到 李克強副總理 完全聽不到 示威人士的聲音 看不到 然後在《黃克敬樓》 和《玉和道》 已經去到很遠 如果大家知道 港大地理環境 已經相當之遠 都是不讓任何車輪進入 這件事 看到 領導人的安全 就算是陳文敏教授 都說 固然是重要 現在不是說不重要 而是說 究竟你這個安排 是否已經去到 不合情理 不合比例 而超過了其他 更加重要的價值觀 這件事 警務處長是沒有回答 亦沒有一個很合理 我不敢說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和合情的解釋 是暫時 到這一刻為止未有 就算是 來自 可能是一些前高官 或者校務委員 或者來自所謂 歌水波派陣營的學生會 以前的一些國安士 朋友也好 他們都是說 其實 我用那個 正確的字眼 他們都說到 是採取了過分的措施 過分的措施 這個 你都見到 其實上上下 大家都會關心這件事 因為 始終一間大學 如果我用一個比喻 就是類似納粹黨 去捉一些反納粹分子 如果那些反納粹分子 走進一間 修道院的 在山上 瑞士 大家嘗試去表現 就是納粹黨 都不敢走進去 現在一個例子 就是類似的例子 我不管那些 是國安也好 是公安也好 我只是說本地警察先 走了進一間大學的廟堂 我不說到 推到一萬里以外 一萬倍以外 去捉人 純粹阻止某些人 在自己家裏做某些事 這個也可以 大家想像是 大家左中右下 港大救生 都是覺得不合理 是吧 當然 其實剛才Danny 也提過 就是 警方本身的一些反應 或者一些行為 其實可能已經是 超越了 必須要的極限 剛才也提到 其實港大的校友 其實都對這件事 某程度上 有一個共同的反應 就是警方 或者甚至特區政府 本身安排 是有一個很明顯 或者很大的脫失 但是對於校長 今次處理這件事的手法 我們都會見到 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分歧 有一段看法就是 其實校長 都在整件事上 他不是無知 或者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不過就是說 因為校長本身都要 因應可能是 可能是政府 或者特區政府的安排 或者甚至是 國家領導人本身一些 可能有一些 背後要求 其實他都要 編排 所以可能最終 出到來的時候 效果是完全是令到 其他人覺得 整個表現 或者整個回應 其實是很不滿意的 但是也都有人會覺得 其實今次校長本身 作為一個 在大陸內 這麼資深 做了這麼多年的 一個高層的 一個領導 或行政人員 在這件事上 其實他有一個 道德 或一個不可 劃決的一個責任 而甚至要求他 下台 來到 即是 不要說以色民憤 不要說到 好像這麼民粹 至少作為一個 領導人 要有一個 道德的承擔 你覺得 其實 整件事上 校長是不是 一個很無辜的角色 我用另一個問法 我想 我自己這樣的立場 你說是否 要即時下台 我覺得 暫時未到 一個這樣的階段 為什麼呢 我自己有兩大疑惑 我想很多 其他評論 或校友 非校友 都有這麼提 就是說 第一究竟誰決定請 當時的校方管理層 究竟有怎樣的 考慮 他們想怎樣 因為之前的報道 譬如信部有提過 3月 就已經知道 李克強會來 但是 前兩、八月 我想19、20日 校方給大家的訊息 或者傳媒的訊息 就說 原來是最近期的事 決定請李克強 那 那 我自己的立場 就是 可能校長會有經過 CORC 或Council 或Council 選舉有沒有經過 那 那 究竟當時的 論點是甚麼 因為現在 教務長 這個 最高級的行政人員 就說 那個 是不見了 還是沒有 那 這個對於 熟悉 廣大 所謂 英式管理的 一些 供應架構 其實都很難以相信 一件事 是不見了 或是沒有會計 即是為甚麼一些關鍵事件 一些關鍵事件 可以被不見 是的 那 這個會 在要去問責 或所謂人頭落來之前 我覺得要搞清楚事實 是的 即是不會隨便拿九頭集 但至少審完審清楚 要你死到 即是下頭 也要知道 死得 即是身份好復 可以這樣說 這件事 到時再算 對 到時再算 即是行李斬討 或者人頭落地 又或者甚麼都好 其他處分 這個再算 可能到時是道德譴責也好 真的要他自己辭職 或是被譴責 或是要處分 或是他自己不服約 這些到時再算 但反而過程 這個 切冊的過程 去看當時的決策過程 會否可能真的不關他事 因為其實原來 我今天才得知 也不是今天才得知 即是 就是那個八週年活動的主席 是另外一位副校長 是一個州副校長 來自醫學院 那 即是背後的邏輯 我想知道 即是我們想知道 第二個就是當日保安安排 現在有不斷出聲明 港大校方和警察司間 那個談判過程 又或者是 議員的學生 學生 學生 他有些另外的說法 究竟誰當日 邀請 即是請軍入行 請警察來 又是誰負責的呢 誰敢這樣做 或是警察方面強硬要來的話 有沒有證據去顯示 或是校方可以把這個責任撇除呢 到最後 我們去看 你要求問責 問責就是 我跟那個 職員 一個持份者 或是那個主事人 去交代 他要交代的是公眾 校董會 校友 而本身校董會裏面 已經有立法會的代表 有民主的代表 有一些公眾人士 商界人士 有校友代表 我想最後 現在梁志同所說的 我覺得 暫時看他怎樣下去 因為我們都要重視那個 審議程序 可能 你會說 是一個很講序 很講序 但我覺得 令到社會人士 尚尚 香港以外 以外的人 是 心服口服的話 像你所說 是要有一個既定的程序 當年正有宗事件 在Library Extension 雙方都有這個 御用大律師 去交代整個過程 這令到社會人士 對於結果 以至程序 是會比較信服的 我覺得這樣會好些 你現在叫他下台 然後很多事 大家都不清不楚 亦都不是大學求真 那個原則是相符 即等於我們說 二千年 即是鄭英宗下台時 究竟有沒有搞清楚 譬如盧長安 和當時 那件事 即是 看誰 鍋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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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廷耀的活生關係 其實當時都沒有完全說得 即是非常之清楚 他的調查報告 後來出來 因為今晚那一輪 我是有跟開 我當時做記者 譬如王少林教授的關係 等等的事情 即是這一類的事情 當時都在調查報告 都說了出來 大概是怎樣的情況 那 反而我想跳出這裏 即是 剛才你提及過 其他院校都有類似的問題 譬如大學裏面的酒樓 倒閉了 然後遣散費 甚麼都沒有給 長期服務官沒有給 當然就走了 我覺得 最關鍵的事情就是 現在很多大學的管理層 或更加上的領導層 沒有了一種人民的精神 我自己的感覺 即是你頑固 其實得罪說一句 幸好我現在不是在學術界 即是自從黃根堡教授 以後 有沒有哪一個校長 是來自人民學科訓練 可能現任教院那位 即是張敏定教授 會是 叫做人民學科 可能是 但其他學校的教授 你見到 校長都不是人民學科 你見到 那不是人民學科 會有甚麼問題 不是說他沒有人民精神 而是他不能夠處理 一大班知識分子 和學者的 那種背後的 動作 即是譬如我 我記得 應該是蔡元培以前說過 即是北大 是說最理想的校長 甚麼科的教授出任 我其實看了他 有些看法 很多年前看他這個說法 他就說應該由 法學 政治學 醫學 三科的教授輪流走 那他為甚麼這樣說呢 他又沒有詳細去解釋 甚麼原因 但純粹他 我猜 可能醫學院的教授 特別是兇 所以要找醫學院教授 做回大學校長 鎮住 鎮住 然後他可能講政治學 他可能要跟政府有一些 教授 權力 怎樣分配 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但我覺得 亦都是大家要反思 香港人就說 究竟 人民精神 其實你從校長的背景 即是頑古今天的八大校長 已經知道是甚麼情況 因為很多時候 你說香港八大校長 怎樣成為校長 當然 第一 很大程度上 因為來自一些 比較強勢的學院 理學院 或者是學科 詳細學科 詳細學科 相對剛才我們所說 人民學科 附屬的一些學院 譬如說可能是 文學院 社科學院 基本上香港都是弱勢 甚至我們會說 其實相對 在資源分配那裏 其實他們 當然其實我們會說 人民學科 或者甚至學科學 其實真的不需要用 好像醫學院那麽多錢 但不是代表 因為他們可以用到 很少錢 好像他們的貢獻 或者他們的存在價值是低的 我想另一件事 其實 我想更加重要一件事 就是說 究竟作為校長 在未做校長之前 有沒有一個 充分的行政行員經驗 因為始終 你做學問 和你管 一個機構 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 而且是這麽大的機構 這麽大的機構 因為你始終 學 它是一個很大的機構 但同一方面 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工作的機構 或是學術機構 或是學術機構 另外一些可能涉及更加 即是學術機構 即是學術機構 或甚至是學術機構 甚至是學術機構 這一個是 一向就說 即是 不要說中國先 外國的大學 理論上就是這樣做 後來可能因為 進一步 即是說 巴黎五月風暴之後 就說 要找學生代表進去 職工代表進去 這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大學傳統以來 中世紀以來 都是教授指教 教授指教 剛才講到教授指教 其實教授明顯 例子我見到台灣 因為台灣的大學 基本上 因為政府立法規定 就是說 其實在大學 作出一些重大決定的時候 其實一定有不同的代表 即是無論是 證教授 或者甚至是 下方管理層 或者甚至是 學生的代表 都要參與 但當然香港其實 因為始終沒有一種 民主化的洗禮 所以其實大學的管治 大家都 基本上 都是信大學的高層 他們是教授 他們有 他們的道德承擔 或者他們的專業 或者他們的學問 其實我是相信 他們有能力作出一個 就是負責任的決定 當然其實實際上 如果在大學裏面 做的朋友 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感覺 雖然我讀書 連做事其實都做過 三到四家 但也有一個共同的感覺 就是其實 為何大學裏面的行政 為何不應該升的人會升 為何應該升的人會升 為何應該升的人結果 因為不能升結果 他令謀高 寧願找一個好的發展 各方面 等於我隔壁 各位朋友 其實都是一個很優秀 或者因為都可能 坐水 習慣了 香港政治就是要升秋水 看到大學裏面的行政 各樣的事情 其實都有這麼多的一些狀況 不如轉型 我想是有一種虛偽的感覺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你大學就應該搞大學 你教育就搞教育的東西 你公司就應該去賺錢 我覺得我會分得比較開 有的就是分局 就是我不能夠去想像 大學是用來賺錢的 否則我做了報紙天王 可能是 即是 大學是一間大學 是因為他主持一間大學 不是因為他可能 好像KFC 他是做雞厲害的 是嗎 是嗎 會和雞有關 剛才剛才講的就是 即是 很直接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你始終在大學裏面 譬如說我也是一個打工仔 即是教授 其實某程度上教授 即我一直覺得就是 其實在大學這麽多年的經驗 我已經覺得自己是一個打工仔 我每年都要好像 各個在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都要受到評合 都要寫報告 都要給老闆接一接個肺 你肺多乾淨 那就繼續吧 下一個約 繼續不知幾年約 你肺不是很乾淨 就先給你年約 你肺乾淨 我才再看你 可不可以我 再給個長一點的約等等 是 當然 可能 我會很相信 很真心地相信 可能 其實作為主任的教授 都未必喜歡做這些 即是這麽厭惡性 或者其實令到大家 有一種 傻心的工作 但是無奈 因為你是一間大學 已經慢慢是官僚化 商業化 大佬 你部份的同事 出不了 交不到數 當然要照理費 所以其實 某程度上 我們都會覺得 就是說 你要教授 要做一些厭惡性的工作 其實 我有時都會很同情他們 對 過程中 其實很討厭他們 不過我想借這個機會 在其他媒體 沒有機會這樣做 對 我想做一件很過分的要求 好 去完結我們今天的節目 為甚麼 好 因為我這裡有一份 就是蔡元佩在1917年 對著大學這個不大的 新生的一篇文章 就是她發表在新生 她說大學有三個原則 她說第一 就是抱定宗旨 第二 就是抵禮得行 第三 就是敬愛私有 但她第一段 有關這個抱定宗旨 我想對於現時 就是 各位 即香港大學高層 是可以人意為 不知甚麼 人意為 為甚麼 諸君來此求學 必有一定宗旨 欲求宗旨之政大與否 必先知大學之性質 今人卒以專門學校 學成任時 此故世所必然 然在大學則不然 大學者是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外人會指責本校之腐敗 因為當時不大有些腐敗 在未做之前 以求學於此者 皆有造官法財思想 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 入文科者甚少 入理科者游少 蓋以法科為降陸之中南捷徑 即大家都想讀法學 接著就再去造官 因造官心意 對於教員 則不問其學物之淺深 即是搞市場化 又令到學富浅 拍悲 為問其官階之大小 官階大者特別歡迎 該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携也 現在我國 正於政法者多入政界 專任教授甚少 故聘請教員 不得不聘請建職之人 亦屬不得已之舉 最後一句 果欲達其造官法財之目的 則不經不少專門學校 入法科者盡可出業法律學堂 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 何必來此大學 這句話 留美的句話很重要 即是說 如果你要開些法財學系 你就不要在大學開了 你自己找一間專門學校 開些法財學系 譬如說 有什麼法財學系 是 Nemo學系都不錯 我想都幾多人會來讀 應該是 如此類 嘍開玩笑 我們這樣 我想今天都很開心 請到Danny 其實因為 長毛剛剛下機 都 臨危而受託Danny 就是我們今集的嘉賓 希望John有機會 繼續上來這個節目 多謝你 分享 其實 看來你準備了很多事 但 有時拆開找一些有趣 甚至一些很深入 或者講深的題目 都 希望令到 不僅是一個 給你不同思考的節目 甚至希望嘉賓上來 都是一個 聊天舒服的感覺 今天節目到這裏 或者節目未見到之前 都提醒大家 因為 九月開始 這個節目會改成 在星期五 晚上七時到八時 即是現場直播 下個禮拜看這個節目 朋友 記住 在星期五 九月九日 晚上七時到八時 下個禮拜 因為我記得這一集 如果沒有記賽 應該是抵一百集 雖然很遺憾 長毛不在 但也有我們嘉賓 在 我們共到一百集 希望這個節目 能夠有另一個 一百集的出現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